政权 各位特摄寶 大家好 我是牙一輝 歡迎收看 時間做手 就同跟各位分享的一樣 不管坐INGS也好 坐騎擲也好 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 一定要有领先 而且可以实战新技术 就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的 他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 死报活报 也不会像过去一样 有满手踏脑股票遗憾 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 用最踏实的方式 也一步步做下来 很自然的 就可以冲造出比标跟标获利 但是 很多的朋友 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就会从过去 你跟着市场中的分析师去做 常常会发现 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 因为股票总是包上包下等上涨 不敢百分之间进出 加上持股过于分散 凹单不停损 会多不会控的结果 都是造成资金运用 没有效率的原因 同样的 过去有软体 为什么没有把帮自己赚钱 因为你用的 不是原创系统 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实战 有太多的参数 模组 周期 全部要让会员自己猜 甚至呢 选股出来的支数 模组还会太多 还需要人工的讯息 去辅助判断 最重要的 买卖点 才会慢半拍 没有办法万确做到单一 而且金却很慢卖点 因此呢 各位可以好去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所有的会员 都一定会有我本人手机的号码 而且我百分还可以做到 价格诚信不合价 而其他的分析师或系统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很简单 如果有分析师或系统 可以长期帮客户稳定获利的同时 何必躲在业务主义背后 甚至每天在节目当中 新口做过度行销打折 他就要赠送资料不是吗 而当拥有 坐手系统的同时 你掌握住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 因为这个系统呢 百分之百 是我自己原创的 包括程式的部分 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 的市场当中 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 而在进场之前呢 会立即不确显示进场 停损停利 上交位一次合各位 我坚持只赚最好赚的 因为资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笔带进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多功能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 最终一说眼睛有平衡的事实 也就同每天 我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跟着新金融官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档股票就够了 而且每一笔带进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买一档 一定要百分之金卖掉一档之后 才要先换下一档不是吗 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 一步步做下来 从5月4号到今天 一个月的时间 你一百万透过金流力量 已经帮自己刷出219万利润了 那你一千万呢 透过金流力量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2190万利润 但是再回头想一次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你如果还在过去死报活报方式做股票 甚至还在用不能在软体 帮助自己操股票 到底帮自己刷出多少报酬 因此呢 就总在节目当中 会常常提醒各位的 我说过去一条路 如果一路走来 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通的时候 此时此刻 就该画一条路 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 就同每天 围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6月20号这一条 这张票100万 赚了17.9万 系统告诉我们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口袋 接着换股增加报酬 20号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赚金 转买公准这张票 赚他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20号 也就在这一天哦 所以呢 这张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 坚持赚他最好赚了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2号这一天 这张股票100万 赚了16.5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 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舍不得卖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大家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得卖 报最后 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 报上报下 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但是 当牛油 吸金流观念 赚钱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6月22号这一天 这张股票100万 赚了16.5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放一口蛋 接着 换股价报酬 问题是 22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 再换到 什么样的股票 身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 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 22号这一天 顺人游行的节奏 一键选股多 一样 只行选股 三秒钟时间 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 22号这一天 完全选不到任何做多股票 怎么办 当然 改换一键选股空 改做空 一样 只行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 转空 红宝这一样票 赚他空头 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 到底有没有接连 不断的发生 22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前方赚的钱 发口袋 再把资金 转空 红宝这一样票 赚他空头 最好赚一段 最好赚一段 K线 还没有大跌的时候 赶快空了 再一次的 坐在较上面 这边 短短的三千两头 当时大牌子数 在大跌 你一百万 这样可以帮自己创出 是1.7万的利润 那好事 接连不断的发生 所以呢 这一样票 当然 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他 最好赚一段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24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11.7万 系统告诉我们 金银 赚完空头 最好赚一段 所以黑黑破底 一样最好回复一点 不要怀疑 也不要什么回复 再一次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但当股票 赚完 最好赚一段 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回补 你舍不回补 不到最后 会像过去一样 让大赚别小赚遗憾 又再次发生 但是 当你拥有 吸进你有观念 遗憾不但不会发生 反而 可以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4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100万 赚了11.7万 系统告诉我们金银 赚完 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 发一口袋 接着 换股仗来报酬 问题是 24号这一天 我们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股票身上 还是一样 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 回到24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简单 明确易懂 顺了一切节奏 一键选股空 一样 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我们会发现个事实 24号这一天 完全选择任何做控股票 怎么办 很简单 改换一键选股多 改做多 同样的资金选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轮飞这一项票 资金选股票 资金选股 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家上面的別人談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穿出二十點五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目票 當然也不是例外 一樣 堅持 賺他 最好賺的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二十八號這一天 這項目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點五萬 系統告訴美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 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家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你如果沒有做手系統 你只要賣 你捨不得賣 包括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又浪費了兩天的時間 但是 當擁有 習近有觀念 賺錢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 二十八號這一天 這項目票一百萬 賺了二十點五萬 系統告訴美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單 接著 換個贈報酬 問題是 二十八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質基因 再換到 什麼樣的模範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 作手系統 我們只是把時光回溯 回到 二十八號這一天 操作 可以非常簡單 明確 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鍵玄武多 一樣 資金玄武 三秒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質基 轉買 振華電這項票 賺他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 不斷發生 二十八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錢花賺的錢 發一口單 再把資質基 轉買 振華電這項票 賺他 最好賺一段 K線 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 坐在 較上面的邊 短短的一天 兩天 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十萬的利落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也就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 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 從 六月十六號到今天 十個交易的時間 你一百萬 透過 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刷出 76萬利潤 而你一千萬 已經幫自己刷出 760萬利潤了 但是你到今天 還是用過去 死報活報的方式 做股票嗎 還是用過去 不能使用軟體 幫助自己操護股票嗎 很多投資者在市場當中 都很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 幫助自己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 要做到最短時間翻倍 一定要完全做到 敢賣敢賣敢換股 所有操作資金 一定要百萬資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絕對不能像過去一樣 總是 分逼加碼 然後分散個股 很浪費時間 再來 每一段股票 一定要堅持只賺 最好賺一段 也不能像老派投資官員一樣 總是 消結十八八等股票上漲 很浪費時間 同樣的 一定要領先市場 最好賺的買賣點 也不能像過去一樣 進去的時機 才會慢的半拍 而跟著作手系統 去做很簡單 所有操作 一定是百萬資金 集中操作單單股票 加上 嚴格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有辦法幫助各位 把財富快速累起來 很多的朋友 股票為什麼會做得很辛苦 因為老派投資觀念 總是告訴各位 買一單股票 死爆爆有耐心的 等著它上漲 就會賺到錢 而且會賺個一倍兩倍 但是回過頭來看 為什麼死爆爆一檔股票 到最後不但沒有賺到錢 反而 手上還很多套股票 甚至賠錢 其實原因很簡單 時代不同了 這個時代如果你是買了一檔股票 你不去理它 你也不去賣它 最後結果 當然就是會這樣情況 所以新的時代 一定要做到 敢賣敢賣敢換股 絕對不是用消極的等待方式 要積極的去出擊 同樣的 好好想想 過去為什麼股票會做得辛苦 因為會常常買在前面 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很辛苦對不對 甚至買進就還要先被套牢一段時間 要不然就等到大漲一段之後再幫別人抬教 你所成的風險當然會很高 但是跟著做手系統很簡單 我們要找的 要掌握就是 每一檔股票每個階段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就同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我看到事實 周線 大戶資金流入的股票 只要看到日線 第一根紅色曲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絕對是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 在這麼簡單清楚明確的情況之下 我所有客戶都不用懷疑 一定是百分之資金買進 那好事很讚發生 相同的 每一檔股票 都是一樣道理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從來不會跟各位特別強調任一檔股票 用方式賺錢辦法 當我們擁有賺錢辦法的同時 每一檔股票 都必須要幫我們賺錢 包括這檔股票也是一樣的 不需要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很浪費時間 過去呢 不管你 你所跟的老師或使用軟體 常要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一等不知道等多久 上次一買就要被套牢 很辛苦 要不然就是等到 長紅突破 帶量突破之後再去做追價 又慢了半排 但是跟著做的系統很簡單 我們要掌握就是唯一最好賺的買點 就同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我一樣看到事實 周線呢 大戶資金流入 日線第一根 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同樣是這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 所以做法也是一樣的 百販的資金買進 讓 好事很讚發生 相同的道理 我們可以再開檔股票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我們是一樣看到的事實 周線大戶資金流入 而日線第一根 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絕對是這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是一樣不用考慮 百販的資金買進 讓 好事很讚發生 你會發現跟著作走系統去買 不會買得太早 也不會等到殘虹突破 再去做追加 要買在 最好賺的買點 而這就是作走系統 獨特的技術 所以同一檔股票 你可以去 比較一下 你目前所跟的 老師去操作 跟著軟體操作 到底買在這什麼位置 是買在這裡呢 還是買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可以買在這個地方 作走系統可以買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 獨特的技術 相同的 也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股票不會永遠漲不會跌 不會永遠跌 會漲也會跌才是正常 既然會漲也會跌都是正常 那我們必須要把一檔股票 多或空的方向先把它分清出來 你會發現為什麼有些股票 它會持續的創新高 就如同你剛才所看到那些股票 很簡單 如果你有作手系統 一眼 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到底那張股票 是 周限大戶資金持續流出還是流入的 如果是 大戶資金持續流入的股票 那當然它會持續創新高 但是呢 如果周限大戶資金是流出的 會有什麼情況 你會發現 每次反彈之後就創新低 就如同這檔股票 既然在 這檔股票 周限大戶資金是流出的 我們要找了 當然不是買點 是找空點 就在這一天 我看那個事實 周限大戶資金流出 而日限低跟綠色訊驗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 最後的賣點也是最好的空點 所以當你有作手系統的同時 你會因為這段下跌的受傷嗎 你會去強反彈嗎 當然不會 反而你可以 可以積結去賺它空頭 最好賺的這一段 所以就是我跟各位分享的 不管漲或點都可以賺到錢 尤其目前你會發現 指數上下震盪很快 很多股票是持續創新高 很多股票持續創新低 你可能覺得這個盤很難做 原因在哪裡 因為最重要的重點是 你沒有辦法去分辨 周限 到底大戶資金是在流入還是流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而做手系統就可以幫助各位 我永遠只相信一件事情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膽子 想要跟著 新進行的觀念 創出比標跟比標互利不難 你現在欠缺的只是一個 欠缺體會 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修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你過去總是被不實在的測標和行銷手法誤導 使用品質不良的系統或抠續嗎 實力才是關鍵 有實力才敢直接面對投資人 這次您可以直接擁有老實本人手機簽字服務 有實力才敢提供高品質的保障 這次您可以擁有高品質的六大保證 這次您可以選擇 有實力的分析師 有實力的系統 讓幸福的事每天發生 02-2389-8029 02-2389-802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口 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389-8029 02-2389-8029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回到現場 舊頭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我們擁有 作手系統去做棋子的同時 總之有一口單 百分之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留長壓力 我們可以讓 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 賺賠加總的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6 一個月過去了 賺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 2134點 07呢 10天過去了 賺這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 1911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 一樣 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 做一筆 對一筆 一口單沖 可以賺 43點 但是 很多朋友 過去有很多老師 甚至軟體 還怕超過指數 財富為什麼 一直沒有辦法離錢 因為你用的 是市場當中 沒有辦法實戰的工具 常用私家追單 有嚴重滑價問題 買賣點 訊號會有銷售問題 還有太多的 參數 模組 週期 全部要讓匯人自己猜 因此呢 當你擁有 坐手系統同時 在進場當下 系統就可以 立即不確顯示 進場 停損 停利 上交位 一次的各位 週期固定 十分線做當從 全數定價 百分之百 不會滑價問題 每一天 每一筆 我都會跟各位對加對時 賺的賠的 會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 簡單 明確 全部不用客氣猜 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 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 做一筆 對一筆 一口當沖呢 可以證 43點 那當然 第一筆教育訊號在 8.55分的時候 調盤 同步 做空訊號 不知道這個地方 有一個不同步做的訊號 為什麼不做 很簡單 因為我們在進場之前 會先知道 進場停損停列位置 如果先來到停列滿足點的同時 必須要等待下機會 也就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趨勢盤 同步做空 我們可以 一起來看 系統會是比較快的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當航行走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線上 變成灰色線下 線上 變成線下轉折 而線下是綠色 當然就是同步做空 所以收盤收定 我們直接設收盤價 150 40 去放空 一起來看 會不會成交 現在跟K線 最高來到哪裡 最高來到15039 可是行情呢 到後面有來到49 所以百分之百 穿價成交 相同的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半個規劃的支撐區 一口蛋正43點 記得再把它發一口蛋 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我們擁有 領先實戰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 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這個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